《滑稽列传》是史记七十列传的第六十六篇 是史记中专序《滑稽人物》的列传 《滑稽》只言辞流令 善于用繁语 便捷敏捷 能说会道 司马迁专为《滑稽人物》作传 颂扬淳于坤 幽梦 幽真一类滑稽人物 不留世俗 不争势力的可贵精神 及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分的非凡讽见才能 他们出身虽然微贱 但却机智聪明 能言多辩 善于原理设谕 查情取辟 借事托讽 因而其言其行起到了于六亿余至一也的重要作用 这是全文的要领 本文继续 纯于坤 三次用隐语向其网尽见 一是一鸣惊人 二是屯提荣田 三是乐己责悲 用讽语表明自己立场 言辞诽谁 含义深刻 令人心悦诚服 bermviol 并 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